政治分装 認衰香港 十多名社民連成員手持橫額 去到北閣廉署總部舉報梁振英 他們認為政協委員劉夢雄 聲稱梁振英在競選行政長官期間 承諾委任他做行會成員 若果屬實涉及提供利益和賄選 希望廉署立案徹查 根據劉夢雄的說法 很明顯梁振英觸犯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條文 因為梁振英是一個候選人 劉夢雄就是選委 如果你向任何一個選委說 如果你選我 我給你一些利益 那就是賄選 梁國雄又說對於有建制派議員 在公開場合表示 認為特首梁振英涉及賄選的事件 已經是過去 不應該再去追究 他就說對於這些說法 感到可笑 可恥和失望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金營報導